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艳势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贵的导师 缩发人郭切 是耶席喇娃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娃在1964年相遇 1971年 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 耶席喇娃原集了 梭巴仁郭切一间独挑起领导互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丧失耶席喇娃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一想到所有被杀害的动物 心里就很难过 即使人人都吃素 但还是有许多动物会被杀害 我是否可以修一些法 至少帮助其中某些动物 你可以为动物和昆虫做的一件事 是放生 让它们不会被杀害 我发起一个特别的放生传承 把动物和昆虫释放到安全的环境 我们每个月在住所放生三四次 买的是可能会被宰杀的蚯蚓和昆虫 我们不仅仅救它们的命 还尽量带着它们绕佛塔 持咒后吹气在水上 然后把水浇在它们身上 之后我们把它们放到水里或土中 是哪一种动物而定 这不但就把它们解脱恶趣 并为它们造下成佛的因 唯有当蚂蚁和其他昆虫来到你家 你才能够帮助它们 带着它们绕圣物是法不实 救它们的命是无畏实 净化它们的心就是让它们免于受苦 除了不失食物之外 这是利益它们的好办法最好的机会 如果桌子或佛刊上 有一千尊佛像和圣物 你带着动物绕行一次 就造下千个成佛的因 每次你带领动物绕行佛桌 就是为它们造下许多安乐 长寿的因 所以如果你带着十亿只昆虫绕行圣物 每次绕行都是把佛果贡献给这么多的友情 这真的很奇妙 是你所能够贡献其他友情最神奇的利益 有一个关于八十岁老人的故事 他进入大乘道 时机一成熟便成就佛果 圆满地饶意友情 带领他们成佛 这一切圆满的利生事行 令所有的友情成佛 来自他自己成就佛果 而那是他进入大乘道的结果 在那之前 他是阿罗汉 实证了解脱道 而那源自他出家为生 他之所以能够出家 是因为多劫前 他曾经是一只苍蝇 在佛塔附近 一条河里的牛粪旁追逐漂流 这个举动形同绕塔 所有这一切利益 成为阿罗汉 成就佛果 带领友情成佛 都是得知追逐牛粪的气味 而绕塔的微小功德 我们应当经常记得 仅仅仅绕行一周 都如此可贵 带着动物绕行圣物 有多么难能可贵 当人们刻意绕行 利益更是不可思议 还有 最好能够救脱那些 可能会被宰杀 当食物吃的众生 龙虾活生生地被放进废水中主 光凭想象就能够知道 那种苦有多么惨烈 换成是我们 势必想尽一切办法脱逃 但是他们不仅被套牢 而且根本无法和我们沟通 所有的友情就像我们一样 希求安乐 不愿意受苦 遭逢困境或不舒适 带着动物绕行圣物 是在为他们造下来世安乐或成佛的因 我有一只猫 最近我一直在想 它每天无知地坐着 它的生命想必是痛苦的 它怎么能够造善业呢 似乎不可能 可否请您告诉我 如何做些事情来避议它的心 你说得对 你照顾动物 它们未见你 光是这样还不够 你必须做点事 实际避议它们 你不妨每天正忙 1. 带着它们绕行圣物 并一面持咒 2. 在它的耳边 客颂或持咒 或者播放客颂或持咒的光铁片 让它可以听到 这会造成极大的差异 果报不可思议 让它来世投身散去 转身为人 且执欲佛法 有一个故事说 佛陀在田里向五百只天鹅开示佛法 下辈子 他们都转身为人 全部都出家为生 而且都成为圣者 也就是具有灭地和道地正量的大修行人 仅仅听闻佛法的字句 果报便难以思量 世青曾经诵 阿皮达摩聚色论 屋顶上的一只鸽子 每天都听到 有一天这只鸽子死了 世青运用神通观察它转身的地方 原来它投身到下面山谷的一户人家 于是世青就下山去访问那家人 询问是否可以由他来照料这个小孩 这家人答应让小孩跟着他 小孩出家为生 名为安徽 变成阿皮达摩聚色论方面的专家 因为那是他前世当鸽子时所听闻的叫法 他写了四部四论来阐释这部法典 三 还可以给他法名 因为俗名对他没有弊 每次你叫他的法名 都在他的内心留下积极的喜气 我们的狗叫 及六字大名咒 每次他听到自己的名字 都会在内心种下整个菩提道的种子 留下积极的喜气 这同时也是在为他造音 让他将来能够理解佛八万四千法门所有的教法 因为这一切教法都涵盖在六字大名咒之中 二帝、方便和智慧道 以及二果及法身与色身 每次听到他的名字 都带他更趋近佛果 这是利益动物非常简易的方法 四 你最好加持猫的食物 再喂他吃 可以念诵旧把友情出恶趣的五大强力咒 或大悲佛、药师佛和密勒日巴的咒语 然后在食物上吹气 如果无法每次喂食时都这么做 则可以一次同时加持所有食物 这种食物具有加持力 有助于凡是吃到这些食物者 都不会堕入恶趣 那会加持他们的心 净除他们的恶业 在宠物的耳边 克颂或持咒 在他的内心所留下的习气 来世会成熟 使他得以受持修行的教法 加持动物的食物 有助于净除他的恶业 我的狗老了 当他的死期到来时 我真的很想帮助他 而非放下他不管 请您告诉我 到时候我可以修哪些法 来帮助他的心 还有 一旦他死了之后 我该如何帮忙 一旦你的狗即将死亡 你可以为他做的 就是把他放在安静 不会受到干扰的地方 接着 你可以做如下几件事之一 一 修药师佛法门 观想七尊药师佛 在动物的头顶上 融入动物 二 修三十五佛法门 观想干露 由他的头顶注入 净除他的恶业 强烈皈依诸佛 其请诸佛保护引导他 在他死后 你可以这么做 一 念诵观音咒 和其他咒语 每持完一种咒 就在他身上吹气 二 或者每持完一种咒 就在水上吹气 观想诸佛融入水中 每一滴水 都具有净除恶业的力量 三 然后你可以把水倒在狗的身上 思维他所有的恶业都净除了 如果做得到 在他死后 最好让他的尸体不受干扰地放几天 因为他的心事可能还没有离开身体 当狗即将死亡时 要把他放在安静的地方 他死了之后 可能的话 再继续放几天 我应当停止吃肉食吗 我一直想跟你说 最好避免吃肉 当然有时候人们别无选择而必须吃肉 不过 特别是就你的情况来说 出于慈悲心 我建议你应避免肉食 吃肉之前 想一想肉从何而来 由违背动物的意愿 切断它的脖子 还有 思维一下动物经历了多大的痛苦 经过这样的思维之后 你不可能会吃肉的 对吃肉的人来说 肉可能是好吃的 不过对于遭受极大痛苦 而且死于非命的动物来说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可以为被宰杀的动物 客送修法 不过如果你吃肉的话 对动物的死亡 还是要负一小部分责任 如果人人都停止吃肉 就不再有动物会为此而被宰杀了 想一想肉从哪里来 想一想动物所受的苦 我在阳台上杀死了50只小蚂蚁 之后马上就后悔了 我写信是要向您忏悔我所做的事 并且告诉您 我打算为被我杀掉的蚂蚁兽 大乘八关斋戒 一天一只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你想要回报那些蚂蚁的方式 真是太妙了 非常不可思议 我没想到 要为每一只蚂蚁受戒 我确信所有蚂蚁都会欢喜踊跃 鼓掌 当你受戒圆满时 它们一定会为你聚会庆祝 祝你获得一切安乐 我代表所有蚂蚁 当兄合掌 非常感谢你 打猎是我们家传统的运动 自从我开始学佛之后 已经不再参与家庭的打猎活动 但是它们争辩说 动物没有感觉 我曾经设法解释 为什么应当悲悯动物所受的苦 但我的话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动物有感觉 我们也会吓一跳 我们也会吓一跳 你能够忍受把指头放在沸水中吗 不行的 动物也一样 虽然动物不会讲话 但它们透过身体 但它们透过身体来表达恐惧 人类可以说话 抱怨 控诉 找警察 做许多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恐惧 但是动物没有办法 它们什么都不能做 不管其他人是否承认你在受苦 至少你可以解释 人们可以听得到 动物没办法这么做 可是你可以从它们的动作 得知它们的感受 当有人要攻击它们时 它们会跑掉 它们害怕 表示它们想要安乐 不愿意受苦 它们和我们一样有心事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杀害它们 就是照下恶业 将来会像它们一样 你将受苦暴 达十万劫之久 动物就像我们一样 希求安乐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欢迎生命电视台 夺护持生命电视台 夺护持生命电视台 日期7月19日星期二 时间8点半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义 共慕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法义规定 新逢教肖乐 吉祥乐 慈悲置业 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十轮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联师与佛母的问答 截录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面临死亡时 何处可找到无所畏惧的居所 上师答道 当你了悟自信自信从未升起 那么就算你或许看似改变了色身 你却从未离开空明的法身 你的自信自信 你可以坚定性结这一点 作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六道众生的深渊是什么 上师答道 所显现的六道众生种种痛苦 并非由他人所创造 它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你未能认识自己的自信 是你自己的心伤害了自己 你可以并应该坚定性结 你自信的大空性 乃离于痛苦的根与基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此心性能受业与习气所染污吗 上师答道 业 习气 以及任何一切善法 善念 禅修 以及禅修对境 皆是心 不善之念与造作不善者 也是心 既然此心从未升起 是空性的 无有实质且广阔开放 你可以坚定性结 心乃超越 是否被任何善或不善业所染污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是否存在着 让人可能下舵的深渊 上师答道 下舵之根 下舵之根 为你自己的念头 下舵之处 为你这深渊 聚于下舵 为你自心的怀疑 轮回 是你自心的迷惘之相 因此 因此 看见自心乃为法身的广袤时 六道众生之界 无非就是佛的净土 对此 你可以坚定性结 作家佛母向上师问道 见地有可能落入任何偏颇吗 上师答道 离于偏差之见地 如天空般无偏颇 诸法为心 心之本身是为空 一如天空无偏颇 对此 你可以坚定性结 不疑 对此 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古色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红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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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照见 佛惜知惜见我们 我们在这里入华言海会 所以这个佛现前的正 无上正等正觉之中 对我们凡夫来说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怎么思议 我们这三天 就是来好好的学习 用我们虔诚的身心去入 本来无所入 不可入 但是我们要入 你看 这就是转法轮 人呢 这个心是很微妙的 静珠者吃 静默者黑 静三宝 身心吉祥 同样是这个几十年的人生 里面装什么 这个很重要 现在这个人的 这个狭隘的世界观 人生观 需要大方广的这种境界去拓展 想要重新审视自己 重新认知世界 特别是我们传统 这个是中华民族 绵延传下的这种智慧 俄眉山 普贤菩萨到场 文明世界 但是俄眉山的文化 是普贤文化 普贤文化到底是什么 普贤菩萨的内涵是什么 就好像现在讲 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是传统文化 优秀的传统文化 到底是什么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就是圣贤文化 对不对 这更确切 圣贤文化 儒家来说 就是说 人天相应 人天合一 儒家的最高 就是说 修行路径 最高成就 我们这次在河南 有一个博物馆里面 放了一通那个碑 那个碑呢 跟少林寺那个碑是一样的 上面写的很简单 佛教 民心 道教 保命 儒家 是人伦 但是人 这个经期生 他的品格好了之后 他也可以 也可以 仁天相应 仁天合一 所以在这个上面 儒 他跟道 是有 有关系 但是 这次我在河南 我们郑州 记者一个交流会 当时20多家媒体 40多个记者 当时我跟记者们讲 我说 因为河南 吃面食 我说 这个你叫乳式道 这个很玄乎的 但是我 玄乎的 我把它说了土一点 什么是乳教呢 我说乳教是面片 什么是道教呢 道教是面条 把面片拉长一点 那就是道教 那总之他认为 人是真实的 修道教 强身健体 甚至 延年益寿 甚至能